踏入2020年1月2日首个交易日。港股及A股都开出票量红盘。恒生指数大升353点。互深300指数也升了1.36%,可视在红盘日当天。 却有一只A股的股王。股价大跌4.5%。蒸发了666亿元的市值。这就是总市值高达14,000亿元人民币的贵州茅台,60519,SH。 茅台到底发生什么事,最主要的原因?是公司发布了2019年初步业绩。全年总收入885亿元人民币。 年增长率只有15%,而纯利就有405亿元。年增长也是15%,其实15%也不算是很差的数字。当中最令到投资者失望的。 事业绩趋势一年衰过一年。一季衰过一季。贵州茅台在2018年的收入及纯利年增率。分别为26.5%及30.0%。 较2019年的15%要高得多。而2019年四个季度单季利润增速率。 就分别为31.91%,20.3%,17.5%,-4.2%。出现连续四季的下跌。 特别是第四季度淨利润较去年同期跌了4.2%。最令投资者感到失望。 贵州茅台业绩增长率出现下跌。可能代表内地喝酒文化出现转变。 我在20多年前到内地商谈业务。在当时的公务饭局中。 传统爱喝高酒精浓度的白酒。有钱就豪气地大喝茅台。 没钱也会喝50%酒精浓度的其他烈酒。大家都将白酒当水来喝。 每人平均起码半支至一支。喝得少就不够比面。 但近年这种文化已开始略为减退。 通常一桌12人的饭局。可能只开一两支茅台。 然后再开数枝红葡萄酒。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。 也不会将茅台当水来喝。喝多小除自己喜欢。 不会觉得喝少就不够比面。也不一定要用白酒来径。 用葡萄酒来径也是可以的。这种喝酒文化的转变。 让大家开始注意身体而减少步饮烈酒。 导致茅台业绩增速减慢。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。 中国从外国进口葡萄酒的总数量。 在五年内增长一倍。 2019年首十一个月中国葡萄酒进口量为5.994亿升。 总金额超过20亿美元。 首五个进口来源地位澳洲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及智利。 平均每升价格分别为5.8、4.8、2.2、4.1及2.2美元。 而国内生产葡萄酒就有3.72亿升。 内地股民一直当茅台是A股股王。 主要是过去几年的股价。 增长速度实在太厉害了。 在五六年前还只是100元左右。 去年已经升穿1000元大关。 在2019年最高见过1241元。 如果在早前买下茅台的股票。 赚到的钱真是可以买很多双茅台, 但今次出现令人失望的业绩。 再加上预期未来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。 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的收入增长率, 将会进一步跌至10%, 更令投资者对茅台的前景担忧。 贵州茅台虽然是中国烈酒的象征, 但同时也是贪腐的象征。 近年政府为了打击茅台送礼文化。 贵州省在2019年1月推出 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。 领导干部严禁本人、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。 也不可利用职权助他人获取茅台酒经营资格。 增加销售指标。 倒卖茅台酒提供便利。 也不可违规收送茅台酒等, 这导致大家都不敢将茅台作为礼物。 直接影响茅台的销量。 词曲 Perr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